大家好,本期视频主要说一下硬钱包,硬钱包非常重要,如果玩数字货币的话,这个东西是极力推荐,大家需要买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然后本期视频的话,我打算分四个点来说一下这个硬钱包,首先呢,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硬钱包和软钱包,然后呢,还有就是硬钱包的一个品牌,简单介绍一下两个品牌了,然后再做一下比对,然后呢,我会说一下我的一个购买的一个经历, 然后最后呢,我会把就是硬钱包使用的时候碰到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讲一下。 好,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硬钱包,什么是软钱包,其实非常简单啊,硬钱包的话,其实区分硬钱包和软钱包的话,就是联网和不联网啊, 然后,软钱包,我们知道的软钱包有那个小狐狸,Mentamask,然后,还有那个,我会,我之前用到的是那个,一个是Mentamask,一个是Trust,Trust的话是那个,大家都知道是币安的一个, 一个热钱包,当时为什么会用这个钱包呢,是因为当时,当时买了点狗狗币了,然后,不知道,不知道放哪里,然后我就放在那个Trust里面, 然后最早我之前用的那个热钱包叫一个BRD的钱包,Bread,面包,啊,那个钱包其实说老实话是非常好用的,然后简单易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当然,当然,现在已经被那个Coinbase收购了, 我到时候再做一期那个节目,说一下,说一下关于这个Bread,这个热钱包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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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经历吧,也做一个记录, 那,呃,硬钱包和软钱包,其实,我,其实就,就,就,就这么简单了,一个是,如果是联网的,它就是,软钱包,如果是不联网,其实就跟网络做隔离的, 其实是一个设备的一个隔离了,那就是硬钱包,好,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那个,硬钱包的一个品牌, 硬钱包品牌的话,我就拿两个比较大的品牌,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Tresor,一个是Ledger, 然后,我看到这篇文章讲的,讲的挺好的,就是,Tresor和那个Ledger的它的一个,一个,一个比较了, 然后分,分很多方面进行比较,然后我这边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然后像Tresor,你看它的那个官网,它现在的产品,有两个产品,一个是Model T,一个是Model 1, 简单看了一下,这个主要是Model T,主要是触屏的,Model 1它主要是按键,它比较老式的那种, 然后相应的连接的一个接口也不一样,一个是,一个应该是Type-C的吧, 一个是那个USB的吧,然后像Ledger,Ledger的话,官网的话,现在是这样的,啊, 主要还是以那个官网的信息为准了,然后我,我之前买的时候,它这边还没有Ledger Nano S Plus, 现在是,现在是Nano S Plus,79块美金,和Ledger Nano X,149美金,啊, 然后这两款的主要的,这个Ledger之间的主要的一个区别,主要还是那个, 移动的那个,那个,那个蓝牙的一个连接,啊,然后S的话,它是没有蓝牙的, Nano X它是跟那个Mobile可以连接的,安卓和IOS都是支持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比较,啊,翻译一下,看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是,Tresor和Ledger是加密行业的两个知名品牌,啊, 然后支持超过一千多种,啊,它这边翻译不太好, 应该是一千多种Token,然后Tresor是Satoshi Labs的一部分, 它是一,二零一三年推出,总部是在捷克共和国, 布拉格,然后Ledger成立是2014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 虽然两家公司都是坚定的支持, 但售价255美元的Tresor Model T提供更大的出品时期, 更易于使用,但它不提供蓝牙连接, 像Ledger Nano X这样的移动程序, 此外,Ledger Nano设备支持Tresor不支持的一些主流的一些Token, 然后比如说GRT和UnitSwap, 然后这个是他们两个的一个比较了, 然后这篇文章还算比较新的, 我看了一下是2022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把那个链接到时候发到那个评论区里面,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买的,Ledger Nano X, 其实买这个东西, 我说老实话, 现在想想这个性价比还不高, 我当时其实应该买个Nino S的, 然后买Ledger Nano X主要还是看上它那个跟那个手机可以进行那个蓝牙的连接, 它买来的时候壳子是这样的, 这么一个壳子, 然后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我现在在充电, 也正是因为我很长时间没用这个东西, 今天拿出来充充电, 所以我今天想到讲这个视频了, 然后这个里面反正是说明书, 它还有那个, 还跟这个绳子, 这个东西基本上没什么用, 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带着这个东西出门, 对吧,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助记词, 助记词的那个东西, 反正你自己记好以后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那个东西丢了的话, 对吧, 你所有的资产其实等于都没有了嘛, 然后这个设备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设备就两个按钮, 然后这个充电信也是它原装里面会带的, 然后两个按钮的话操作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像我, 像我之前已经用过的话, 会有相应的密码, 然后你按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减这个东西就是加码, 然后你确定的话就是这两个东西一起按, 这两个东西一起按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简单的操作啊, 好, 然后我说一下我当时购买那个Ledger Nano X的一个经历啊, 怎么购买的一个流程啊, 首先呢, 你肯定不能在那个什么某东啊, 某宝上面去买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为了一个资产的安全啊, 然后你一定要从那个官网那边, 不要从其他乱红链接去买啊, 一定要从官方网站那边去买, 然后, 呃, 支付的一个方式啊, 你那个收收款的一些地址信息什么的填完以后, 支付方式反正某富宝, 大家懂的, 这个直接支付完成就可以了, 然后等待收获的话, 好像等了一周还是两周时间, 具体我记不太清楚, 然后我看那个发货, 他发货他是从法国那边发过来, 发过来以后呢, 到了因为我是在那个上海这边的嘛, 然后到了上海这边你需要, 需要海关申报, 他会有相应的那个信息, 就是相应发信息到你手机这边嘛, 你有一件物品, 然后你按照他的那个做法去相应的, 相应的APP还是网站上面, 你去填一下, 你那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费用的话另外付个五十块钱, 然后邮政的话就是会送到你家, 然后一个购买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然后像我之前看到有什么广州那边的, 广州那边的那个, 有个小朋友, 他也买这个东西, 然后他寄件地址肯定是写的, 他广州那边, 他说被海关那边拦住了嘛, 不会发过来,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建议还是地址要写上海, 再从上海那边, 比如说想办法, 你把相应的设备的话, 再寄到你真实的一个地址, 然后购买一个流程, 大致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那个, 用ledger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 这个问题其实当时碰到, 也蛮紧张的嘛, 当时做了一个操作就是把那个, 把热钱包, 也就软钱包当中的ETH, 我要转到这个我的ledger里面, 然后转完以后呢, 我在那个链上看了一下, 也是成功的, 但是在ledger的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ledger的那个live, 相应的这个app当中呢, 我看到他是那个同步, 他有个惊叹号, 说什么同步失败啊, 然后最后我看到他那个ETH的那个余额啊, 也没有变化, 然后当时我就到那个ledger的那个官网上面, 后来去联系他们的客服嘛, 最后还是不错, 客服后来回了一份邮件给我, 然后具体告诉我怎么去操作, 他其实最终就是清一下他有个cash, 然后强制把那个cash清除以后, 他重新同步了一下就OK了嘛,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有一个NFT是在polygon链上面, polygon链上面的啊, 然后呢, 我要当时是也是在那个热钱包里面, 我要转到ledger里面去, 然后我就很简单的, 我做了一下转账了, 然后结果呢, 这个东西就是丢了了, 就是我的那个硬钱包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我是这样的, 我先做完那个以太坊链上的那个NFT的那个, 我转到硬钱包, 转完以后我再转这个polygon, 但是polygon后来, 后来我看了一下polygon, 他那个ledger他有个提示, 他说不支持那个NFT, 然后这个事情呢, 我后来也找了那个ledger那边的客服, 然后然后相应的联系了, 联系了两次, 他最终也没有给我回复了, 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就算了, 这个事情只是损失也不是很大, 我那个NFT的那个金额也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反正就提醒大家, 做任何操作的时候, 自己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他相关的一些提示,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是那个比特币的地址, 就是说我从交易所或者我从热钱包, 我转账到我的ledger上面, 然后我ledger上面不是会有一个那个相应的比特币的那个钱包地址吗, 这个地址是这样的, 他这个地址每一次他都会变化的, 然后其他的像以太坊啊, xrp啊这种地址他都不会变, 就是比特币的他那个资产地址会有变化, 这个东西我查了一下, 他那个ledger的那个技术支持上面有相应的技术问题, 他写得很清楚, 他就是这样的, 他上面也写了那个, 他说比特币交易是公开信息为了更好的私密性, 不应重复使用地址, ledger live会自动按照标准, 他用那个BIP32, BIP39, BIP44生成相应的协议啊, 然后生成新地址并记录以前的地址, 以前地址仍然有效, 但不具备最佳私密性, 这是他的一个机制啊, 然后我这边也顺便说一下, 不要, 也就是说他以前地址也是可以用, 新的地址也是可以用的, 有些东西其实你用的时候还是要自己注意一下, 他有他的规矩,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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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